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院大法官巴雷特 10月26号已宣誓就职 周一他首次参加最高院两场电话聆讯 本周三及下周一二 最高院将陆续审理有关同性婚姻 移民及奥巴马健保的相关案件 不过专家认为最紧急的 恐怕还是大选后可能出现的选举相关案例 上周最高院以选前时间不足为由 拒绝处理北卡和宾州 延长邮寄投票截止日期的周级决定 不过最高院很可能在选举后接受上诉 因为时间原因 巴雷特大法官并没有参与这两起案件 专家认为巴雷特是一位 严格遵照宪法原文是法的法官 如果日后他参与相关聆讯 最高院很可能做出有利于 共和党的废弃迟到选票裁决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正在说中 感谢观看